今天是6月1日 距離特別日子 正在倒數 只剩下3天 5月35日 為什麼我們後面會這麼霹靂百勒呢 因為應景 因為我見到剛才是剛剛的 有一件事很離奇 現在的香港是雷雨 現在的香港是天晴的 夜晚天晴 但是剛才有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很罕有 屯門和田村 有一個單位被雷電擊中 是一個單位 連續三夜 我記得有一段影片是說 奇怪 會這樣去打 這個很可怕 有些人問那個戶主 是不是有借錢不還 借錢不還 借錢不還 那你是不是借了什麼財務公司 灌飲借庫呢 還是有一間財務公司 叫雷神財務公司 不用找收數 找雷劈你 你要還錢 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其實都很害怕 他就說 這個戶主 是不是叫 Guruwan Platt 應該是南亞裔的人 是 因為我也知道 其實 南亞裔也好 怎樣都好 其實你供屋 你不要以為是很多大陸人 只是很多大陸人 其實間不中 都有些少數族裔 甚至乎非傭 你不是非傭 非傭人士都有 其實 可能就是這一者 因為你成為香港居民的條件 你住本七年就有了 應該是兩母女 當時兩母女 突然間有很大的噪音 好像爆炸聲一樣 黃色的光 我就帶她的女兒去到這裏 坐在這裏 然後尖叫 見到 劈了衣服 拍到這張照片 都很厲害 你真的佈著拍 有些人 真的拿了獎 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他見到 翻風下雨 一定會 抱著在那裏 然後就 很開心 拍到這張照片 真的 真的很誇張 這麼成功 拍到 因為她的房間 應該是她女兒的房間 打完雷之後 她說不敢進去 大哥 你也可以連打三下 那不會是第四下 如果你讓她回去睡覺 真的打著你的話 你真的 這一輩子 你都會自責 真的 但是整件事 是會怎樣發生的呢 因為發生了沒多久 因為整宗新聞 剛剛才出的 其實 工程師盧國強就說 如果那個鼻雷針 安裝正確的話 應該一定有用 應該是會打頂 而不是打中間 你的鼻雷針 是不是去了這個單位 真的不知道 也不可能 我一向認知的鼻雷針 一定是在屋頂 鼻雷針的作用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記得吸雷 你的原理是怎樣的 你知道嗎 原理 我沒有記錯 我英國可能會有錯 你不要挑剔我 你挑剔可以的 大家一起學習吧 鼻雷針 就是你在屋頂 應該是有能力 聚集了很多 正梨子 負梨子 但當有打雷的話 因為這些梨子 就會吸收了那些電 引力就會吸收下去 它是用來集中那些電 磁場上 是集中那個雷電 所以就讓它不要打到別的地方 也應該會打到最頂的位置 正如我們 尖頂的作用 通常都會聚集一些 正乎梨子 等於 如果你說 你下雨的時候 或者雷雨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那些樹 下面避雨 有人教 如果你打雷的話 因為它可能就是 正正它的尖頂 最容易吸收雷 還有行山 如果你去到 接近山頂 或者比較空洋的地方 就要丟掉你身上的金屬物品 尤其是行山捉 是的 鼻雷針的作用就是 引雷落地底 就是因為它的尖頂 它的鼻雷針 就是吸收雷電 然後就引向地底 不要被打錯別的地方 現在說 發展到第三種鼻雷針 就簡直是消散在 建築物範圍附近的電荷 就是新式的鼻雷針 是的 設計就不同了 不過就這樣說 為什麼今天 我們正在睡覺 英國時間凌晨 但是 香港的那個早上 是可以這麼強的雷雨 但是好像是因為 一個掠過台灣的 超強颱風馬蛙 那個極外圍的雷雨帶 就吸收到香港 所以就造成有這樣的 天氣變化 我見到 例如香港很多那些 Facebook裡面 什麼香港風景攝影區 都說 不少人都拍到這個雷電照 尤其是在葵聰貨櫃碼頭外 拍到的那幾張照 都是很厲害 雷電交加 不過 那些人也有些天氣討論區 就這樣說 現在你看到 無論是台灣還是香港 越來越少 超強颱風掠過 過不了巴士海峽 是呀 可以隨便學一下 科技的東西 是吧 這三種鼻雷針 第一代鼻雷針 就是福蘭克林鼻雷針 第二代就是主動式鼻雷針 第三代就是多針型的鼻雷針 究竟現在屯門 這個公屋 究竟是用哪一款呢 它有多少年歷史 這個和田村 和田村有多少年 它下雨的時候 雲塵會增厚 而且降低高度 這個時候會有大量 雲塵會有大量結晶 和雜質 是新的 2022年 就是第三代 多針型鼻雷針 根據尖端放電原理 多針型鼻雷針 主要是用在最快的速度 將建築設施上面 累積的電荷消散 用來消散它 令到要保護的建築物 不要被擊中 即使雷擊到多針型的鼻雷針 因為有接地的系統 可以完善地把雷引到大地 為建築設施 提供兩度的保護 優點就是 可以達到真正的鼻雷 而不是引雷 是鼻雷 提供無死角的保護 缺點就是 數量多 是否那些針數量很多 其實是數把 這個就是引雷的作用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想護主是需要問清楚 有沒有做錯事 不是他自己有沒有做錯事 而是要問清楚 房屋處 為何你鼻雷針 那個設計 結果是引到他 他的房間那裏 為何會引到他房間那裏 好像剛剛那個工程師 現在訪問那個工程師 盧國強 如果你有用的話 如果安裝正確一定有用 第一個接觸點 最高點收集電流之後 傳送到地下 鼻雷線由天台接駁到地下 可能中間斷了 槍台金屬濕了 所以容易引來雷電 不幸中的大行 就沒有電到人 如果不是有人站在窗邊就危險了 這樣 那真的要檢查一下 其實是 即是你現在屋宇處 是嗎 機電工程處 什麼處都好 做這些正確事 大佬 即是整個政府 就不務正業 即是不應該做就做 即是六四之前 即是可能你見到 天打雷劈 又有雷劈 就很害怕 然後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在那裡 即是 吹吉避空又怎樣 都很擾民 Athelis Chan說 女兒是發電廠吸電 哈哈哈哈 女兒是發電廠 不是啊 她說 即是被雷劈的那個單位 那個女兒 是嗎 是啊 那你劈下去 他去 護主的女兒 在房間那裡 不是說 護主的女兒 是發電廠 她負責吸電 哦 爛劈來的 是啊 不過 Viu神姐就說 香港天文台 是有問題 還要中小有學生上課 又這樣說 喂 那個只不過是 極外圍的 語帶 我記得是去到 黑語才是 不讓你上學的 紅語的話 教育局都會宣佈停課 那你是不是進入了那些程度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雷報大家就小心一點 為什麼我會說 就是